你是否擔心加拿大房地產市場會泡沫化? 近年來我相信這個問題在很多人心中浮現 但是所有房地產熱潮真的都會導致崩盤嗎? 今天我們將探討這個熱門的話題 為您提供一些真實的答案和實施 讓您更清楚的了解加拿大房地產市場目前的現況 那不管這個房地產會不會崩潰 都阻擋不了你們對這個頻道的支持 看在下面的like中 用力按下那個按鈕 讓我可以繼續做 關於溫哥華一定溫哥房地產後面的資訊 如果你想每個月收到我們的月報 想照溫哥華目前房地產的情況 以及當月的活動 在下面的連結中輸入的資訊就可以免費加入 目前已經有超過500人 新華今年目標可以達到1000人 好那我們馬上開始 那最近有這個火熱的新聞 請給大家看一下 已經超過了20萬的點閱率 這位Philip 是一個專門在做 全球投資的公司裡面的高管 他提出加拿大房市已經泡沫化了 那首先先大家了解一下 到底什麼是房地產泡沫 簡單來說 當房地產價格超過其實際價值 並且持續上升的時候 而這樣的情況 不是基於實際的經濟因素 我們稱之為泡沫 那通常是因為投資者過度的熱情 以及過度投資所導致的 最知名歷史 就是2008年的美國房地產金融風暴 那有一個時候放貸標準過於寬鬆 許多人買了他們根本其實負擔不起的房子 當房價開始下跌的時候 許多人發現他們自己的房屋價值 比他的貸款還要低的時候 導致大量的違約和金融系統崩潰 值得注意的是 並不是所有房地產的熱潮 都會導致崩潰的 泡沫的形成和破裂 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 包括經濟、政府政策利率 和投資行為 要造成這個Perfect Stone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 而來這些歷史背景 對我們能更好的理解分析 當前加拿大房地產市場 至關重要 好 接下來我們來瞭解一下 為什麼這位投資專家 他覺得加拿大房地產泡沫 幾個點就是因為房價跟收入的差距 因為長期的低利率 吸引到太多人進來買房 他覺得加拿大的貸款槓桿 已經來到極限了 而在最近又不停升息的情況下 讓這個不定時炸彈 會有引爆的風險 那這邊我們看到在2003年以後 其實房價跟家庭收入的差距 就已經越來越遠了 接下來讓我們深入了解一下 目前加拿大房地產市場的房價 以及收入的差距 溫哥瓦平均的房價為121萬 收入要超過24萬 才可以供得起這些房子 而多倫多比溫哥瓦低一點為117萬 收入也要達到23萬5千 相對最近特別火的城市卡加利 收入只需要12萬 所以負擔為溫哥瓦跟多倫多的一半而已 近年來加拿大房地產市場的價格 飛速上升 特別是在主要城市 像多倫多以及溫哥瓦這樣的城市 高價格受到很多因素的驅動 其中包括供應短缺 居高不下的需求 以及寬鬆的移民政策 都是導致房價飛速上升的幾個原因 聽起來輪這麼危機了 我們帥哥總理肚瓦多心想 不行啦 我也看不下去了 我決定要跳出來 他說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其實他在一個月前的時候 他還說房地產不關他的事情 I'll be blunt as well Housing isn't a primary federal responsibility 在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 欸 你應該知道吧 那我們都知道近年開始 海外人士已經不能再買房了 但是移民政策的寬鬆 每年都要引進50萬人之多 那報告顯示 這些新移民進來之後 第一件事在他站穩腳步之後 就是想要用一個家 所以之後買房 會是他們的首要目標 加拿大住房席會CMH7 他也看不下去了 他在報告指出 依照我們現在人口增長的程度 和我們在蓋房的速度 在2030年之後 就是7年以後 我們還需要再多蓋350個單位 才可以大概達到供需平衡 那350萬個單位在這7年之內 平均一年就是50萬 欸 怎麼跟他的移民政策這麼像 所以基本上他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一直放人進來 然後你又不多家蓋房子 導致說這些進來的人 根本就沒有房子可以住 那那350萬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呢 我們知道一個大樓 一層樓可能就10個單位 如果他有50層樓高 就是500個單位 你總共要蓋7000個這樣的大樓 才可以滿足這樣的需求 你們覺得有可能嗎 那既然不可能 那我們怎麼辦呢 那我們住房部長 雙非人呢 就想出來一個想法 那我們就先拿國際學生開刀 我們控制的國際學生成本的數量 好 這個還沒有通過 只是大家提出來的 會不會通過 我們大家繼續看下去 所以供應短缺呢 非常非常明顯 許多城市的新屋供應量 已經無法滿足需求 而這種供需的失衡呢 也反映了我們當前的房地產的市場價格 除非政府呢 加強季度蓋房 一年蓋個50萬 又或者呢 調降移民的人數 好 那回到這101個問題呢 到底加拿大房子會崩盤嗎 要重複2008年的機會呢 情況不大 畢竟那也是美國那邊的金融風暴 加拿大其實這邊呢 影響並不是很大 但是首先呢 我們知道加拿大銀行的系統 相對是比較嚴格的貸款標準 尤其在2008年以後呢 對放款是更加嚴格 而在這中間呢 加拿大政府呢 也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比如說房屋貸款壓力測試啦 雖然說利息呢 已經超過當時壓力測試的測試利率 但是呢 我相信呢 還是對穩定房市呢 有所幫助的 接下來呢 我們就看幾個因素 第一個呢 就是利息是否還會繼續上升 在疫情期間的利息呢 降到接近零的時候呢 那時候導致很多人要進場買房 那利息鎖定大約呢 會三到五年 所以接下來這段時間呢 就會經過各種的考驗 當然還要看看失業率 以加拿大的移民政策 那接下來呢 這個投資專家呢 也有給他建議 但是呢 這是主持人問這個Philip 他說如果你是住在一個 通膨極高的城市裡面 建議把房子給賣了 可是Philip並沒有這樣說啊 你會推薦他們想想要賣我們呢 對,我認為 跟Canadian房子的問題是 它真的已經延長了 真的已經兩年了 我是沒看到啦 他可能之前有這樣說 當然在做這個決定之前呢 我先建議大家跟專業人士 去討論一下 看看有沒有其他方案 可以不用賣房呢 或我在下面呢 跟我約個時間討論 那我是建議呢 你先分析一下 你的貸款的情況 我知道很多銀行呢 他們都不希望會法拍房子 畢竟那個成本太高了 那他們呢會讓你延長貸款的期限 除非你真的是還不出來 不然賣房通常是最後一步 雖然說這邊呢 不完全排除房地產泡沫 但記住投資是永遠的風險 正確的知識以及妥善的計劃 是你成功的關節 在這邊呢 感謝大家看到最後啦 希望你今天都學到一些有價值的資訊 都看到這了 按幫我點個讚以及分享出去 記得如果你對我溫哥 還記得回到房地產有興趣的朋友們 別忘記訂閱以及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像應有新的視頻 就不會錯過啦 我們下次再見囉 Peace